所以 从生意地的角度来说 这些习气都是假的 没有错 可是习气它有坚固跟不坚固的分别 就好像 同一个白色的海螺 在世间成千上万正常人的眼中 因为习气很坚固的关系 所以我们都会公认 我们看到的海螺就是白色的 而且时间也特别的长 就是你不管放 就是大家多少年看到都是这个 可是呢 黄胆病的人 或者说他有色盲也好 或其他有眼睛有病的人 他只是一个少数人 或者说黄胆病的人 他在得黄胆的时候 以前黄胆好像是一个不治治症 现在已经不是了 现在黄胆是可以治的 所以黄胆病的病人 他只有在得了这个病 他不坚固的习气的时候 他暂时看到的才是黄色的 当他病医好了的时候 他看到的还是白色的 所以就同样的道理 我们作为人类 我们看到的水是可以喝的 是解渴的 这个只是因为 我们作为人类的习气 比较坚固而已 如果当我们做人的习气消失了 你投胎 你人的习气已经没有 这部分 什么叫习气 就是说 同样的一个 假设 假设 把这一盆 这个盆子 这个土壤 就作为一种 阿赖椰式 它是根基 实际上这个根基上面 它可以长出各种各样的花 草 长出这个紫色的花也可以 长出这个杂草也可以 然后长出各种各样的生物 一个土壤里面 它可以长出 各种不一样的东西 甚至动物都有可能 蛆啊 还是虫啊 不知道 那么什么叫习气 就是说 这个花的习气 当它的这个周期成熟的时候 它就会看出来这样子 可是不代表它里面 没有长其他杂草的因子存在 同样的 当这个因子存在 它习气成熟的时候 当你做人的 或者说你做这个花的习气 消失的时候 它已经死掉的时候 下一轮轮回的时候 它可能就开始长杂草了 所以就变成你这世人的习气 已经灭尽了之后 它下一个习气开始成熟 这个时候你可能就变成一个狗 或者变成一只猪 或者是变成恶鬼道的众生 那么因为它是不同的习气的关系 所以呢 在恶鬼道的众生 它习气成熟的时候 它所看到的 人类所看到的水 就会变成很肮脏的浓血 以前这个 藏地很有名的 这个根顿圈梅大师 他是近代很有名的一个智者 他说过 当我们作为牛羊 马驴等等的时候 觉得绿草很好吃 青草很好吃 鲜嫩的 比那个 现在饲料的甘草 好吃的多了去了 可是当我们这种 作为牛羊马的这种习气 转成了人或天人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不会觉得绿草好吃的 我以前喝过什么 什么小麦草汁 我就把那个草 打成汁 那个真的超级难喝 虽然说 听说那个东西很养生 但是我们真的是喝不下去 因为我没有作为牛羊马的习气了 我现在是作为一个人的习气 从人的习气角度来说 那个草就是很难喝 因为我不是一个马 所以同样的 在外境当中 它的真实不真实 只是因为它的习气 是否根深蒂固而已 当它的习气 真实根深蒂固 或者说它比较坚固 的时候 一切的众生 看到它都会有一样的 就是我们叫做 其实这个就变成 共业跟别业的概念一样的 共业意思是 当我们是同样的人类的时候 在同样是人的共业里面 都有一种共通的 深刻的一种习气 这个时候所看到 基本上是共通的 我看到了花 它就是花 不会因为我这个人看到花 然后会尝试那个人 看到它就是一个树 不会的 我们因为共同的习气 是共通的 这种习气很坚固的关系 不管是哪一个人 看到它就是一朵花 可是在不一样的众生 比方说是牛 或者是羊的时候 他看到的花 可能就不是花 他看到的可能就是一个 很美妙的食物 或者是一盆满汉泉鞋 等等之类的 他们觉得特别好吃 等等之类的东西 所以这个就是 共业跟别业 人类当中也有别业的存在 我如果眼睛没有问题的时候 我没有这个别业 可是这个众生 他有演义病 或者说他有黄胆病的时候 这个就是他自己 一个个人的别业了 所以他看到的这个 白色的海螺 他看到就不是白色的海螺 就会有一个 它不共的习气的关系的存在 所以当我们去买菜啊 或者是你觉得 这个菜好好吃哦 这是共同的习气 当它这个菜烂掉 会变得腐烂 我以前在 我明佛学院也好 在藏地的时候 我们那个菜是连黄色都会吃的 后来我才发现 好像都市里的人 连黄色的菜一直都是不吃的 当时我们不知道 作为这个小孩子来讲的话 我觉得只要他没有烂掉 没有腐烂 没有发出那个臭味 因为实在菜太少了嘛 所以连那个黄色的菜叶都会吃 可是呢 真的烂掉之后 我们肯定大家都觉得不好吃了 也这个东西就烂掉了 不能买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习气就认为 它是非量 就认为它是 不是正量的 它是非量的 如果你是一个瑜伽士 有融入这种 等进无二的这种智慧 一切都是智慧的显现 那你就不会有什么 量与非量的差别 或者是你当 你变成了某种动物的时候 你也不会有 作为人的 这种好坏 是非的观念 你只会有作为 这种动物的这种观念而已 所以它万法为心 并不只是为之中的说法 也并不仅仅只是 我们信仰佛教的 因为佛教徒 所以你必须要去被迫的 不管正确与佛 都不得不去承认的 并不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应该去符合逻辑的 去推理 你就会发现 这个真的很 很大的程度解释了 为什么众生的这样子的 共通跟不共通 所以暂时来说 从世俗名的角度来说 作为一个没有 作为一个人类 没有病的正常眼睛的情况之下 我们所看到的 也不得正常的 无患眼视就是指 没有去压迫你的眼睛 这样等等 诸如此类 没有这种错误的 迷乱的情况之下 所看到的虚空中的月亮 我们就认为它是正亮 因为这个习气很坚固 而且时间也很长 当我们的这个迷乱的眼视 不管你是演艺病 就是飞闻症也好 黄胆病也好 还是你去用眼睛 用手去压迫 看到两个眼睛也好 这个东西 因为它不是正亮 因为习气不够坚固 时间也不够长 对于修行人来说 这些道理我们应该要注意 有些人会觉得 好像 为什么要讲这个很重要 一知半解的人 他去学了这个为师之后 认为所谓的万法为心造之后 就会有一种 什么都没有的概念 这个东西会很可怕的 什么叫什么都没有的概念 他会认为 那我造二业也无所谓了 我也不需要做三业来 因为三业二业反正也没有差异 反正万法为心 都是自己心事的本体 这些话真的很恐怖的 因为它是从一知半解当中 你听到一种表面的词句 没有真正的去理解的 听到这个话 你会觉得很可笑 为什么 你只是从理念上 但是实际上 你的习气上面是有分别的 就是我们一再强调的 你现在逻辑里面的听得懂 跟你的习气 不是没有 不等于你听得懂 你的习气就没有了 不是说你的习气 就马上就对峙掉了 我们现在要对峙修行 就是要对峙习气 当然从某个角度来说 让我们的观念先接受 再去对峙习气 是很重要的 可是 你不能因为你认为 你理解了 你的习气就没有 这种习气有的存在之下 我以前遇到很多的 这种高知识分子 他们就会认为 哎呀 那就这样子了 那我懂了 我说你们懂了 可是你做不到呀 做不到的原因就是 你的习气还存在 你碰到火的时候 它还是热的 你碰到冰的时候 还是会很冰的 你还是会有不舒服 还是会有痛 这个就是我们作为 这种习气 很坚固 还没有去破除的情况之下 一切的善恶因果 就都还是会存在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用佛法 不要去靠高骛远的 觉得我懂了 就一定我们的习气 都能够破除 这个方面一定 大家要清楚的厘清 下面要讲的就是 本品 最后一个颂词 萨迦班智达在第一品 用一个设议来去做一个总结 乃至承认有外境 其间应称所取境 如若所知那入内 境及有境别不成 他把第一品的 我们这个观境的部分 做了一个总而言之 归纳跟总结 就是说总而言之 只要承认外境的观点 那么在这个期间 能够指出形象的这个因 就是所取境 就必须要承认它是存在的 昨天 前几天吧 有一个人 他在问我 就是关于我们现在讲的这个音名 他听课 这个算是很好 他听得挺认真 他说关于我们前面提到 经过的观点认为 外境的这个围成 还有自己的这个根 跟作意三者存在 聚合之后 以这个因 然后产生下一刹那的这个演示 我们说过了 外境跟自心不能同时 那么按照 为事中的聚原定因的 来角度来观察的时候 可是外境跟心又是同时的 因为他就说 因为外境跟心同时的关系 所以他们是一体的嘛 同体的 就没有这个外境 实际上他就是你的心 那么这样子的话 会不会有前面我们在迫斥 血欲其他宗派的这种过失呢 不会有的 因为这两者是有不一样的 什么地方不一样 就是说 站在唯一世中的立场里面 一切的所知 因为他可以纳入 自己的内视当中 我们的世当中里面 所以他可以将万法 抉择为自心 在这种情况之下 外境就根本不存在了 只不过是你的心的一种 迷乱显现而已 所以除了他以外的 这个什么 外境也好 根 作业 三个表面上 好像是掩饰的因缘 但实际上 他并没有真实的存在 应该这样去理解 那么因为 金部他们观点 他们认为 有一个实有的外境存在 而 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会产生之前 我们讲的那些的辩论 那么站在唯一世中的观点 认为一切都 决责的自心之后 这两者 哪一个更尖近于万法的真相 应该是唯一世 在释迦牟尼佛的经典当中 有时候大家如果去读经 不懂的人 会觉得很矛盾 就是有时候 佛经里面讲外境存在 有时候又是外境不存在 所以我才会说 这个最好读经之前 要先读完论点 因为你只有论点之后 你再去抉择 佛经的意思 你才会知道 他在这个时候 佛陀是为了这些众生 所以用这样子的角度去讲的 佛陀在那个时候 为了那些众生 所以用这种角度去讲的 怎么样觉得呢 就是说 最不了意的 就是外境它存在 暂时了意的 就是外境不存在 而心事存在 最最了意的 就是外境心事都容易 法界远离一切的戏论 所以这些东西 大家如果前面的这个学习过之后 你们就会发现 实际上 我自己作为一个 这个有读过书的人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 因为你在这些东西 这个学习当中 你的证件真的会增加 不是只有 我们常常会产生很多分别念 但是藉由这些东西 可以断除我们的很多 那个 妄想 妄念 或者是邪知 邪见等等 当然有些人 他可能一听到 音名啊 邏輯啊 就哎呀 太复杂了 我还是念 我妈那边边哄啊 我还是念个六字大面哲就好了 念受咒语 当然是有很大的功德 这个我们不可否认 但是修行也不要盲目 我们文师修 就是不管是修行也好 包括是 这个文师也好 实际上呢 所有讲的八万四千法门 这些东西 它一定是有意义存在的 所以当我们 没有一定的证件 跟没有一个定解的时候 如果遇到一些高知识分子 或者说他是一些外道 你在跟他讨论 不要说辩论 如果你对佛法的信念 只停留在那种 因为他很亲近 你很喜欢那种 很浅薄的信念基础之上 你在跟人家讨论 慢慢慢慢 真的会被人家牵着走的 你会觉得 外道讲的好像很有道理 这个佛教这个也不成立 那个也不成立 然后最后慢慢慢慢的 你就会 对佛教的信心 开始打问号 对佛法所说的东西 也会打问号 然后慢慢慢慢的 甚至有可能有一天 你就会真的会变成外道一样 这些例子 实际上真的蛮多的 尤其是现在这个 过去古人还好一点 因为古人比较老实 也没有那么多的 是是非非 也没有这么多的 外在的资讯 网络 什么媒体之类的 现在这些东西 太多太复杂了 所以从这么多的资讯当中 你要去分别量跟非量 证量跟非量的时候 实际上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所以 你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你没有一个 很好的证件跟证念 要对我们的本师加牧尼佛 升起这种真实不退转的信心 实际上是很有困难的 所以 借由学习英明 包括我在跟大家讲英明的这个过程 希望大家都能够对真正的这个 政见 升起这个信念 然后破除掉我们一些事件当中的这个 协知协见 好 今天的时间关系 我们的以上 将这个量力保障论的第一评 那么做一个简单的开始 那么下一堂课开始 我们再开始讲这个第二评官式的这个部分 那么今天呢 跟大家先介绍到这边 感恩 阿弥陀佛 我思绍着前面 我们的等 等着 你前面等待 你这几 我 我